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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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节目里面的另外一半能够有不同的感觉 就是比如说像很小的小琴歌啊那样的感觉的东西 音乐风格上的有一些不同 对 反差要大一点的 我也是喜欢这样 我觉得呢 你们俩是竞争对手关系是吗 想搭档来了 创新和发展 你比如说我喜欢能够有点心意 歌唱能不能用别的形式 这个假如说唱成戏歌啊 这个假如说什么舞蹈之类的 是吧 就是好玩 好看 我是首先作为音乐人来讲的话 肯定是喜欢跟实力唱将合作 那在你旁边坐着的就是一位实力长将啊 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请何静姐完完整整的 用歌声的方式 问候所有喜欢和支持你的观众朋友好不好 好的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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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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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l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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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第一组搭档歌手上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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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手衍生法部一看就是经过了专业的这个戏曲训练的 你是不是还是接触了很长时间的乐剧啊 其实很遗憾我在去追随这个戏剧的过程当中没有追上啊 我当时我当时读完初中的时候 其实我就可以去考这个乐剧团 考乐剧团但是由于一些身体上的限制啊之类的不达标 就没有考上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家里面的我妈妈是唱乐剧的 是剧团的花旦 她也知道这个行业的心酸 所以呢她不希望我从事这一个 但是她后来还是支持我去读了音乐专业 所以呢我现在做着跟音乐相关的专业的工作 就是这样子 但是乐剧是你内心的始终保有的一种情怀是不是 是的 其实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是我一直没有提起 我妈都不知道 就是我第一次去考试的时候被我妈反对了 拍回去了 然后后来呢我还是偷偷地去考了一次 偷偷地去考了一次 考之前呢我还是跟专业的老师请教了学习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条件上的限制所以没有考上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一鹏来说 无论是作为专业的乐剧演员也好 或者翻唱很多的乐剧小调来说 都是在传承乐剧文化 那我觉得今天三位嘉宾 你有没有信心让他们也能近距离地感受一下 比如说乐剧的念白啊 比如说乐剧的身段啊 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吗 我可以跟三位老师一起分享一下 我考试的时候那些环节 来 让我感受一下 来 掌声欢迎三位嘉宾 谢谢 有请 好 首先我们是什么部分的考核 首先老师会唱一段经典的这个乐曲让你学 他这个视频看你的这个乐语发音 标不标准 比如说我们唱个经典的《纷飞燕》 哦 这个过了 哦 去过了 过关 《纷飞满林》 还能再手试一下吧 可以啊 对 这个更好 这个更加分 《纷飞满林》 这个鼻音有点重 这个鼻音有点重 今天考生感冒了 对 他是《纷飞贝尔》的 对 《纷飞满林》的 我们勉强过关 第二个环节呢 通常老师会做一个动作 做一个动作看你能模仿多少 陈老师给喊个节拍吧 预备 起 来 一 二 三 四 来 往回走 二 二 三 四 可以 挺好 我发现这步子往哪边卖的都有 所以虽然说我们今天 简单地体验了一番 你看虽然只是唱了一句 然后比划了一下 但是对于真正的乐剧专业演员来说 那真的是费一日之功 没错 没错 我们也谢谢三位嘉宾的体验 谢谢 再来呢 就是要请一鹏完成你今天的任务了 你要在我们的三位嘉宾当中呢 挑选一位来作为你今天的搭档 组成全新的组合 来完成对于经典歌曲的翻唱 好 你怎么想的 何静老师 我觉得他很适合唱广东话 很适合我们一起合作一个流行的音乐 我曾经听过一首歌叫《飘雪》 我现场跟你试一下好不好 好 来 我们掌声欢迎何静 好 好的 好 好 您好 适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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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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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谁回家的路很远 和爸爸妈妈更远 于是我们学会用科兴当作害怕 就像思念 我们唱点满雨水的心情 唱寻找珠草的伙伴 唱给城市的妈妈 唱给大声听爱的世界 很多人在唱到了他们的演唱之后 会说他们有着天籁的铜声 那在他们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妞妞合唱团的老师吉布小龙 欢迎他 我叫吉布小龙 来自四川省 梁山一族自治州 浦阁县大潮乡中心小学的一名 小学老师 作为音乐老师 你自己接触音乐的经历是怎样的 我是从小就 我爸爸就是当时给买了一个录音机 就从那个时候就接触到这种 听到大声之外的这种流行音乐 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自己心里面就是想成为 梦想成为那种歌手站在台上 那种感觉 然后在上初中的时候 我向父亲要了两百块钱 然后就买了人生的第一把吉他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自学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 我就自己找了一点钱 然后去四川音乐学院去考试 当时考的就是念耳 就说那个老师在弹了一个和弦之后 望向我 我就不知道 我也望向他 我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就说 你望向他干嘛 你快点说出这些和弦 是有什么构成的 其实当时我也确实是不知道 然后当时老师知道我的情况以后 我就说 你唱什么歌 我就说 我唱了一首 自己写的一首小民谣 然后也许是那首小民谣感动了老师 然后我就如愿地上了四川音乐学院 毕业以后 我父亲也说想让我回到家乡去工作 回到父母的身边去陪他们 然后我自己觉得也是说 我学了这种东西 学了音乐 因为我想到我自己小的时候 没人 小孩就是非常喜欢音乐 但是没有老师去教他们 所以我感觉就是 自己有这份责任说 我学了这个东西 我一定要回去教我们当地的这些小孩 那又是什么时候又触发了你说 要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合唱团呢 我所在那所学校的话就是 是一种山区小学 所以孩子大部分都是在寄宿在这个学校里面 周一至周五都在学校里面住宿 然后我就和我的那个同事 阿发老师 所以我们俩就决定组成这么一个合唱团 丰富一下孩子们的课语生活 今天其实合唱团当中的很多孩子 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来 我们掌声 欢迎可爱的孩子们 谢谢 太可爱了 这可能就是孩子们表达他们爱意最好的方式 大家好 我是蓝妞妞宝吉莫尔格 我今年十三岁了 上六年级 大家好 我叫粉妞妞十黑墨子座 今年十二岁 上六年级 哇 好可爱 你是什么妞妞 粉妞妞 粉妞妞 为什么是粉妞妞 因为你长得粉嘟嘟 特别可爱是不是 对 对 特别是被太阳晒到以后 脸就是很粉 然后她也喜欢穿那种小粉 像公主一样的 穿粉色的衣服 粉色的衣服 下一位是 大家好 我是乖妞妞 阿胜五只 今年十二岁了 上六年级 乖妞妞 听话 大家好 我是甜妞妞 涂比摩日和 我今年十一岁 上五年级了 甜妞妞 最后一位 大家好 我是豆妞妞 今年十二岁 上六年级了 豆妞妞 豆妞妞 为什么是豆妞妞 你比较幽默 调皮 是吗 对 比较 我是开心果 开心果 你为什么那么激动啊 宝贝 第一次出来就非常 但是你看她眼眶都红了 她们是第一次登上舞台 是不是 第一次来北京 然后第一次坐飞机 什么都是第一次 其实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我觉得是因为有音乐 所以无论是在大梁山 还是来到北京 我觉得她们都是非常自信的 阳光的 其实这些孩子很多的父母 其实没有陪伴在孩子的身边 会特别想他们吧 对 就是一年的话 过年才回来一次 因为她们来回就很长的时间 又在路上这些花费 就花费更多钱 所以她们宁愿在外面 然后寄一点钱 或者是买点衣服寄回来 这样 孩子就很想想 平时就有些家庭好一点的 就有手机嘛 可以看 但是有些家里面就 只有爷爷奶奶在家里面 也不太会用手机 不会用手机 然后也不会有微信 所以孩子就 有些时候就非常的可怜 你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会做什么呢 我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就会唱歌 会唱歌啊 你想妈妈的时候也会唱什么歌吗 我会唱普攻衣这首歌 我们试着在这个舞台上唱这首歌 我们看看会不会有惊喜出现 好不好 我要一直飞翔忙 要一直坚强忙 可是亲爱的妈妈 我有些累了 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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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 其实特别特别地 不小心就触碰到了孩子 特别脆弱的情感 但是我们今天也 绝绝实实准备了一个短片 这个短片是很多在外打工的 孩子的爸爸妈妈 他们拍摄的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我是阿斯福祉的爸爸 我们的阿哥 阿哥 这是他们的 加油 我学习 超时的阿哥 加油 特别想抱抱每一个孩子 我觉得此时此刻 说再多都不如一个拥抱 来得皆是 虽然不是爸爸妈妈 给你们的拥抱 但是孩子们加油 其实 我也很感动 说两句 我想应该这么大孩子 正是在父母身边的时候 跟爸爸妈妈撒娇的时候 但是爸爸妈妈 也是为了小家 为了你们的家 为了国家 我们的城市建筑 都是你们的父母 把这些父母建设的 所以我觉得 你们为之自豪 为你们加油 我们今天唯一能给孩子的 就是告诉他们 其实爸爸妈妈的爱 一直都在 而且你们 其实现在渐渐长大了 你们也和爸爸妈妈一样 你们是共同建设 自己小家的一分子 所以你们看看自己的手 手会因为你们的长大 而变大 有一天 他的手会和我的手一样大 就和成年人一样大 当那一天 需要你们托起的 就是这个家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 孩子们都别放弃 因为自己的未来 要靠自己的去奋斗 好不好 你看咱眼泪等也不哭了 所以我 我特别想问问你们 你们长大以后 都想做什么工作呀 希望呢 想做一个和小龙老师一样的 音乐老师 做音乐老师 在哪里做音乐老师呢 我的家乡 为什么 我想多陪陪我的父母 第二位姑娘呢 我想做一名医生 我长大以后 我想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回报父母 我想当一名医生 希望我的妈妈呢 不要离开这个世界 不要再 不要再 让我永远都看不见你们 希望我的亲人都永远存在 我告诉你 妈妈一定在看我们的节目 跟妈妈说几句话 妈妈 我想对你说 你能不能回来以后 别去打哭了 都陪陪我 你知道 孩子 你不哭了 我告诉你 你虽然现在在哭 但我相信妈妈哭得 可能比你还多 因为妈妈可能 比你想她 更要想你 所以你要相信 妈妈有她更多更多的难处 她为了给你们 创造更好的生活 她可能要忍受 比你现在 还要痛苦的 对于孩子的思念 所以宝贝不哭 然后告诉妈妈说 我是特别乖特别乖的女儿 我人生当中写的 我作曲的第一首歌 就是 是遗族的火把 火把节 对 月亮照着你的脸 让我们学会勇敢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希望孩子们一定要坚强 我觉得这些孩子们 其实是特别幸运的 因为他们可以用童年去治愈一生 因为他们的童年里头 有音乐 而他们未来的日子 肯定会比他们童年 更加阳光 更重要的是要 唱给你们的家里人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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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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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 我翻过高山山谷 看见了彩虹 爸爸妈妈 不会永远陪在我身旁 心心愿让伴着我 听蟋蟀歌唱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 我翻过高山山谷 看见了彩虹 爸爸妈妈 不会永远陪在我身旁 星星月亮伴着我 既既帅歌唱 我永远记得感恩老师的教会 我不会忘记发芽 穿透和美灯 雪海乌鸭困难 坎坷又不退缩 爸爸妈妈别担心 我是牛牛呀 牛牛牛牛真勇敢 困难都不怕 牛牛牛牛牛最勇敢 微笑着向前 牛牛牛牛牛不要怕 明天更美好 牛牛牛牛牛最坚强 勇敢的牛牛 牛牛 加油 这首歌唱的呀 真的是满满的力量 我不知道三位嘉宾听过之后 你们的感受是怎样的 我看完以后呢 真的我为这个 我们大梁山而感到高兴 我还唱过这首歌呢 小康幸福路一个不能少 小康幸福路一个不能少 幸福的好生活 你我创造 谢谢 他们都是大山里的孩子 能歌善舞 特别渴望唱歌 所以有这样音乐老师 教他们唱歌 我想是他们多么幸福的事 最美的索马VV 就是形容最美的花 我也想把这首歌在这儿 简单地唱给 大梁山的小朋友们 大梁山的小朋友们好不好 其实别人的祝福 其实别人的祝福 都比不得自己的奋斗 来得更加有价值 所以希望能够带上我们所有人 对你们的祝福 好好去打拼 奋斗 好好学习 去创造属于你们自己 更加灿烂的明天 好吗 也再次谢谢老师 谢谢可爱的孩子们 祝福你们 在我接下来请上 这一组搭档歌手之前 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 请看 三位嘉宾看这张图片的时候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线索呢 你们觉得我们的第四组 搭档歌手是什么职业 空乘人员 空乘人员 对 是 一口同声吗 魏老师也是这么说吗 对对对 是的 包火茶为什么皱着眉头看半天 我在仔细看了 是不是哪个航空公司的 你们都觉得是空乘人员 那我们就把他请出来 看一看 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份职业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嘉宾老师好 思思老师好 你好 我叫姚英格 来自广州 我是一名跨界艺术工作者 那为什么刚才思思拿出的照片 是空姐啊 对因为我 我说跨界嘛 我曾经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也就是说我专业 我学的专业是服装设计 就刚才那些衣服是您设计的是吧 对刚才的空姐制服是我 应该是2003年的东方航空的空姐制服 你看这还有当时的设计图呢 手稿 对对对 我很好奇啊 你刚刚说你是跨界的艺术工作者 也就是说其实你的职业不仅是设计师 对 同时还有什么样的领域的跨界 同时我其实是前面一半是服装设计师 那么后来一个机缘巧合 然后让我一直到现在就做一个专辑歌手 那你的音乐风格是怎样的呢 我主要是以传承经典为主 我大概有十几张这个 重新演绎经典老歌的专辑 然后我有很多不同的主题 就是有一些流行歌曲 八九十年代的 然后还有几张是红歌 包括一些经典的电影歌曲 最受欢迎的是哪首歌曲的翻唱 《宋别》 可以给我们唱两句吗 让我们先感受一下这样的音色 好 这首《宋别》 其实它特别有意义 就在于到现在为止 这首歌已经超过一百年的 存在的历史了 它是一九一五年 我们这个红衣法师的作品 对 李淑彤先生的作品 对对对 来 我看 我们这位可爱的姑娘 在唱完之后 魏老师率先鼓掌了 您觉得她的音色和演唱怎么样 很好 很自然 很流畅 这是真实的声音 你再唱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个她一定能唱 唱唱 一定能唱得很好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心也真 我的爱也深 《月亮代表我的心》 那唱完了之后 方老师开始是静止状态 后来就轻微地点头 怎么样 我觉得她音色很好 她的声音 有着那种女中晕的那种宽广 但是呢 她的那个声音 你听吗 就是让人特别感到眷恋 有那种深厚的感觉 那今天呢 其实接下来格格还有挑战呢 就是以你的音色 要和我们三位嘉宾 其中的一位组成搭档 来完成对于经典歌曲的翻唱 对于经典的翻唱 其实三位嘉宾 加上格格其实都很擅长 但是关键是怎么组合 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我肯定应该 首先是找一位男老师 来这样组合 因为我不敢挑战何静老师 当然魏老师也特别棒 但是男高音我是更不敢挑战的 我们就挑战草原好了 邦老师还比较好欺负 你选择我 我也很开心 很高兴 两位商量一下 唱什么歌吧 就选择这个也是一位 女中音的这个殿堂级女中音 徐晓凤老师的歌好吗 好的 来手 《星恋》 好经典啊 这首歌蛮经典的 我想偷的脚 可以 好吗 来 我们也期待着 两位的全新演绎 掌声欢迎包护尔茶 有请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她 假装欣赏欣赏欣赏一瓶花 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她 就好想要流泪一瓶 只怕给她知道笑我傻 我的眼光只好回避她 虽然也想和她说一句话 虽然也想和她说一句话 在脉头的生活有了多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她 假装欣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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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瓶花 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 她就好想要流泪一瓶花 只怕给她知道笑我傻 我的眼光只好回避她 虽然也想和她说一句话 怎奈她的身旁有个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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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次谢谢 谢谢每一组搭档 在我们舞台上的呈现 大家对于经典歌曲的翻唱 也让我们这期节目 非常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那到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 三位嘉宾光临现场 感谢我们每一位搭档歌手的 动静演唱 也要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 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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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